大家好 又是我Shannon 我今天會和大家煮椰子雞煲 我平時也挺經常做的 因為第一 有湯喝 有雞吃 湯底還可以用來打火鍋 這個椰子雞煲非常簡單 材料不多 煮出來的雞超棒 湯很好喝 我們今天需要一隻雞 八至十粒馬蹄 三至四粒紅棗 十至十五粒龍眼 小小杞子 切好的椰肉 一大碗新鮮椰子水 椰青那種 還有一盒椰子水 洗好所有材料 我會開始切走馬蹄上面的尖尖 還有下面的 披走所有馬蹄的皮 然後把馬蹄放入一碗凍水裡面備用 這樣馬蹄就不會變色了 煮一大鍋水 我這個鍋可以摘到4.1L水 但是我只會放到大約七成滿 因為待會也要加其他材料進去 好了 我們現在放下椰肉 龍眼 記紙 一半的紅棗 還有所有馬蹄 進去鍋裡 放下麵 然後把麵 放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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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蓋蓋 煮一個半至兩個小時左右 煮這個時候 唉 就要斬雞了 我斬雞是不厲害的 所以我們現在先進行 嘗試一下 雞終於斬好了 記得撇走泡泡 這樣湯會比較清 湯差不多可以的時候 記得試一試味 看看湯夠不夠濃 如果不夠濃味的話 就繼續煮多20至30分鐘 好了 準備吃的時候 就可以倒上椰子水 令湯超級甜 然後調大火或者中大火 煮多火 然後沸炸 煮湯沸了 現在馬上加雞 然後把雞蛋放進去 記得把雞蛋放進去 把雞蛋煮大約100-10分鐘就可以了 把雞蛋放進去 蓋上蓋子 先等它煮一下 但記得留一點位置 先開蓋看看 嘩 看到雞蛋沒有血水就可以了 現在把雞蛋拿出來 嗯 剛剛煮完這些雞 很香的椰子味 煮湯已經完成了 我通常每人煮一碗湯 多了那些湯要來火鍋 然後把雞蛋拿出來 放入雞蛋 火鍋不夠湯怎麼辦 現在用一組預備好的椰子水 倒進去 湯一直都會很鮮甜